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 即将在12月18号星期五的晚上 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 推出一场新的音乐会 音乐会标题叫做故事 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场音乐会的内容 其实是很多个故事所串接组合起来的 所以我们会听很多很多的故事 另外就是内容都有一点怀旧的感觉 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都在讲一些以前的怀旧的 这样子的主题跟音乐风格 所以我们就取名了故事 来当作我们音乐会的标题 那到底是什么故事呢 上半场的音乐是前南章老师的新作品 叫做金包里传奇 金包里是什么地方 金包里其实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金山的这个地方 那主要讲的是金包里大路 这条金包里大路就是大家现在所提到的鱼路古道 从金山一路然后往山上 阳明山上走 然后下来到台北 到达大道城的这一段 上山又下山的这一条路 这条路被称为金包里大路 在当年是一个算是一个繁忙的一个商业的要道 因为从金山金包里这个地方所捕获的鱼或者是一些物资 要经过这个鱼路古道这样子一路运到台北来 然后有一些物资要从台北运到那边去 在交通还没有这么发达 还没有这些什么公路开通之前 这条穿过阳明山上下的这条路 就变成重要的来往的一个要道 那在这条路上当然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所以钱老师就用金包里大路为主题 然后由赖美珍女士 也就是钱师母来写歌词 来组成了这一组作品 叫做金包里传奇 那这当中有六个乐章 第一个就是金包里大路 跟大家说说到底这条路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是挑夫 挑夫这个曲子可以想象就是 有很多人挑着不同的物资 来回在这个金包里大路上穿梭 当然除了物资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第三首曲子叫做迎娶 就是一个嫁女儿结婚的这个路程 新娘子可能不太情愿 可能想家难过才会在这个一路上 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 再来第四首曲子叫做 吴拼甘马店 讲的就是在这里的一个甘马店 什么东西都有卖 有各地方来的这个物资 糖果饼干 然后茶叶 甚至有猪肉还有卖菜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这个店里有 然后这个店也非常的友善 大家可以在这边聚会 不是只有在买东西而已 然后第五首曲子是竹台双语 就是这个夫妻时 就讲的是一个这个爱情故事 再来第六首 黄岗渔火 是在讲这个捕鱼的这个经过 当然这当中 赖美真老师用了很多的平铺子序 在说明这个景色 但是也加上了一些想象力 譬如说黄岗渔火当中 就看到鱼群过来 在追寻这个喷火龙 那什么喷火龙呢 这个喷火龙就是 师母的想象 从这个鱼的角度来看 这个喷火龙到底是什么 然后要透过这个喷火龙 让这个鱼群的梦想可以实现 所以非常有想象力的文字 那经过钱老师的音乐 那钱老师的音乐众所周知 他非常擅长描写画面 所以从这个音乐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钱老师 将这些文字经过他的幻想 幻化成音乐的这个 非常美丽的音乐跟画面 我们在这个六首曲子当中 等于是走了一趟金包里大路 然后跟着鱼群 跟着挑夫 跟着新娘 跟着夫妻时的这对夫妻 跟着龙拼 来看到了金包里大路上 发生的这些点点滴滴 是一个世界首演的全新的作品 那我们也很期待 这个作品最后呈现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王宁宁宁宁宁宁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